我們先講這個時間四點的使用 什麼叫時間四點 來來來 你們家一定有哪些地方是你比較滿意的有沒有 比如說我們去看房子的時候 會不會有人把那個房子的缺點 就特別列在前面告訴你 我們這個房子有什麼看點嗎 那些老水啊 路不好 那些怎麼說這個 他不會跟你講這個對不對 他會跟你講 我們臥室多麼漂亮有沒有 我們的樓梯多麼豪華 然後呢 我們前有公園 後有小溪 對不對 然後那個小溪其實隔兩三百公尺 甚至更遠 哈哈哈 然後呢 你們家的花園 就是前面兩公里以外那個大公園 哈哈哈 這樣也是你的生活圈啊 哈哈哈 這樣了解喔 好 那麼 所以他一定會講好的給你看嘛 那我問你一下 你在看這個角度的時候 一定有沒有 哪個角度你是不是特別喜歡 對 或者你的重點 但是 我們這樣子轉來轉去 你有沒有覺得 每次都會轉到你要最好看的那個角度嗎 不見得 所以其實有一個東西可以用 這叫做時間視點 也就是如果今天 欸我覺得這個角度 不錯 你可以按花鼠的右邊 你看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儲存時間視點 這個儲存時間視點 不管你在所謂的鳥看模式 或虛擬觀看模式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這個在3D的那個裡面按滑鼠右邊 所以我把它儲存起來 好你可以給他一個名稱 比如說這是 游泳池 好這樣好了 OK 確定 那你現在呢 隨便轉到別的角度 然後你要怎麼進去都沒關係 現在要怎麼跳過去 按滑鼠右邊 有沒有一個轉到時間視點 因為你有儲存了嘛 所以他就會在這邊都出來 按一下 有沒有回到剛剛的角度 你是不是就不用自己再調了 這樣了解齁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那 既然講到這個我順便講一下 我們裡面還有一個 除了預設是使用鳥看模式 就像一隻鳥一樣 所以大概就是 45度角 30度角 這樣看 我們編輯的時候 原則上都是用這個 但是呢 其實還有一個叫 虛擬觀視模式 虛擬觀視模式呢 它其實就是 待會我們會介紹 那個攝影機的功能 好攝影機的功能 所以呢 如果你進到虛擬觀視模式 你會發現 你多了一台攝影機 在哪裡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 多了一台攝影機 跑出來了 有沒有 加一台攝影機 那你用攝影機 你就可以自由的選擇 你要去哪裡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我們用鳥看模式的時候 可能有些同學 上以後遇到這個問題 你靠近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靠不進去了 我滾不進去 我很認真在滾 可是現在滾不進去了 有沒有 因為你東西多了之後 它沒有辦法靠很近 你要看模式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比較適合就是你 基本的蓋房子的時候 試用 可是我現在進去裡面看 怎麼辦 你就按右鍵 變成虛擬觀視模式 它就會出現我們剛剛那台攝影機 你會發現你的畫面有台攝影機 這個時候 攝影機就是你的眼睛 你不覺得這個跟眼睛很像嗎 這裡有沒有睫毛 有嗎 表示 它現在看的角度是這樣 這個預設這裡大概是63度 63度 那 這個呢 一樣它是不是有三個 不同的圖 這裡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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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這個你就把它想就是你的眼睛 所以呢 旁邊這個 這個 我把它叫搖搖頭 搖搖頭 可以嗎 這個叫做點點頭 等一下我會做一次給你看 這個 這個 就是眼睛的高度 還記得我們不是有一個模型的那個高度嗎 對不對 所以這三個我們來看一下囉 你看 這個叫搖搖頭 嗯 嗯 有沒有搖搖頭 對不對 左右晃嘛 所以你沒有看過一些綜藝節目嗎 會有藝人就說 那個攝影大哥啊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吃 他會不會自己講話 不會 對不對 他是不是都點頭或搖頭 對啊 但是點頭不是點自己的頭 是點攝影機的頭 你了解 這個 點頭 嗯 好吃好吃 有沒有 這樣會的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自由決定 那你當然前進 是不是就進來了 所以我們剛剛用所謂的秒看模式 你沒有辦法看那麼近 但是呢 你用攝影機 你想看哪裡 就看哪裡 這樣 了解嗎 所以如果你要搭電梯的話 就是眼睛的高度 有沒有上來了 眼睛的高度 下去 這樣 了解 好 所以這個 就是我們要的 那你看喔 我們剛剛講的 儲存時間4點 如果你覺得 欸這個時間 這樣子 我覺得我想要留下來 按右鍵 一樣可以把它保留下來 有沒有看到 所以 我們可以按右鍵 把它儲存一下 庭院 好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按右鍵 所以 如果你是到游泳池 我就回到游泳池 有沒有 回到這裡 如果 我按 到庭院 有沒有 就回來 這樣是相對方便很多 你比較不會說 欸剛剛我那個角度 怎麼又不好調 所以 其實你在看別人的那些檔案的時候 有些 它其實都有儲存 就把它重點 都擺在那裡面 這樣會不會用所謂的儲存 時間4點了 先找到你們家的十大特色 好嗎 快點 找一下你們家的 國家有十大建設 你們家也有十大特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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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